以前很多人跟你說過 如果一個自己定義不清晰會引來什麼問題 就是假設你已經說你會接受這些意見 又會考慮 但其實很簡單 當你的定義不清晰的時候才會引來一件事 就是選擇性執法 你跟我們說了很多次說 我的動機不是這樣的 但一個客觀不是這樣的 現在就是跟你說 你明知唯一的後果就是選擇性執法的時候 而你的定義又不清晰 你是不是應該在 要不就完善這個定義 要不就直接整個條例不立 為何要不清晰的時候又要立 因為你又說要考慮 但其實我很清楚有什麼要考慮 要不你問問我們 有什麼需要考慮 考慮我們教你 我主要這件事件是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原則上 在選舉公園對待的指引 是應不應該 引申到她的本事上 第二 如果是的話 那個定義應該怎樣才是最公平的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聽到的聲音 其實多數是不質上反對的 不單止是那個人身有困難 執法有困難 那個怎樣看這個公平性呢 都是有反對的 這些聲音呢 我全部都看清楚 那當然了 如果有人說 是講話 譬如說應該是人身的 那個定義有什麼不完善呢 那這個也都可以去做 不過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我聽到今天大部分的聲音 都是原則上一個反對的 沒有 就是 有明明顯 那這個話 有